哈喽大家好,我是猫妮 芒果呀,汁多味美,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但是呢,剥芒果呀,却是一件麻烦事 如果我们平常呢,用手来撕 那么就会浪费掉非常多的果肉 用刀切呢,又非常容易伤手 今天啊,猫妮给大家介绍一个 男人剥芒果的方法 我们只需要一个勺子呢,就能搞定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呢,准备一把小刀 在芒果中线的这个位置呢 划一圈口子,注意不要划得太深 接着呢,我们再准备一把勺子 这个勺子呢,越大越扁平越好 我们将这个勺子呢,从这个口子里面这样插进去 插进去以后呢,旋转勺子 动作呢,要稍微轻柔一些 也是这样,转一圈过去 我们这样,旋转完一圈以后呢 再来旋转上半部分 同样呢,还是将这个勺子插进去 转动一圈 勺子旋转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皮啊 剥下来了 大家看,皮剥下来都是完整的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大块朵鱼了 并且呢,也不脏手 非常的巧妙 家里如果有客人呢 我们可以将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当然如果自己吃呢,也可以直接抱着啃 如果我们平时呢,需要吃芒果丁啊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切 大家看,这样呢,就非常的方便了 大家觉得这个妙招怎么样呢 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呢 我是猫妮,想了解更多 新鲜有趣的小白招 欢迎在我们的下方 试图给一个关注吧